复理乡长江东城与东里村的村长刘清禾及乡公所的同仁 共同前往因交通意外死亡的送信民众家中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意 而同时这也是今年开办乡民团体意外保险后的首例理赔案件 复理乡长江东城与东里村村长刘清禾以及乡公所的同仁 共同前往因交通意外死亡的送信民众家中表达深切哀悼之意 同时这也是今年开办乡民团体意外保险后的首例理赔案件 因为车祸死亡遭受到这个意外的一个状况死亡的话 我们就会马上启动了这个团体意外保险最高额是30万元 30万元我想也是前果最高额的一个乡政 这次不幸事件发生后透过村长及时通报向公所 公所同仁随即到事发案家进行慰问 并且协助申请保险理赔相关的程序 为了就是减轻民众在面对突发意外时的经济负担 凡在保险期间内涉及布里箱发生意外事故伤害导致身体组织或器官一部分 或者是全部丢失功能 不幸身亡时即可向乡公所提出立赔申请 最高金额是30万元 去者高雄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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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